消息来关心不满台铁公司化条例草案 没沟通先送审 台铁员工发起五一劳动节依法休假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万两千名员工联署 而目前初步掌握当天只有四十多位司机员可以出勤 只能够开出十七班列车 运能恐怕被瘫痪 为确保旅客权益 台铁将在22号对外公布5月1号的颁表和配抛措施 每逢连续假期 台铁都会释出加班车协助输运 但即将到来的五一连假 别说家开列车 恐怕连原有班次都无法正常出勤 台铁员工不满政府强推公司化 由工会带头发起五一合法休假 有超过一万两千人参与行动 预估目前5月1号能出勤的司机员剩下四十多人 台铁的司机员有1400多 几乎9成5以上都生年不加班 跟所有旅客用路人 这一个抱歉就是我们不得不得作为 因为整个条例我们工会完全没有得到尊重 依照台铁往年劳动节调度 当天人力需求得有1100多名司机员 如今连一成人力都不到 也影响列车班次 原本不包含加班车 有900多班列车砍到剩下17班 为了增加人力 传出台铁要求二线干部支援 一线的司机员开车 不配合者考鸡打一等 对此台铁否认 劳资协商破局 五一劳动节台铁运能恐面临瘫痪 台铁目前规划开放旅客退票 并出动接驳车支援 详细配套将在22号公布 不过根据法规 如果台铁因应不及 导致严重影响社会大众生活秩序 将可视为突发事件 还是可依法要求劳工出勤 为了避免权益受损 建议旅客如果有行程安排 提前安排备案 记者 最后不等